來 討論是 解決生活的大小事 今天呢 要跟各位觀眾 來聊聊關於面子的問題 對 秋天到了 有人說 好猜喔 所以秋天 好猜喔 所以秋天 往往會讓你鬆軟 你一鬆懈以後 小心毀容出不了你 今天邀請到皮膚科醫師 蕭成龍來解決我們的皮膚困擾 以及美容保養專家李明川 幫你呵護你每一次肌膚喔 而三位愛美的藝人代表 也要來分享換季保養配包喔 因為秋天到了 它不像夏天這麼燥熱 又不像冬天這麼濕冷 可是呢 往往在秋天的季節 大家覺得哇 好舒服 可是面子卻產生了問題 是 因為大家都沒有 小心的去照顧 到底在秋天來臨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 什麼樣的肌膚問題呢 潔玲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秋老虎發威 讓你也滿臉全倒灰 潔玲 你可不要再輕易 考驗我們的觀眾朋友嘛 好的 請問一下明川老師喔 痘痘一般來講不是夏天嗎 怎麼會秋天 麻麵轉倒灰 應該這樣講 如果你是會容易長痘的 肌膚 它是不分季節的 可是秋天會長痘 是因為換季的時候 很多人肌膚 有油水失衡的問題 再來可能因為前面夏天 你知道大家在外面 風吹雨打日曬雨淋 又常常跑戶外運動 那你的毛孔 經過一下天的整個這個 折騰之後 其實在秋天它是特別的 所以這個時候 就很多人可能會 莫名長一些 包括比如說 成人痘 成人痘是最可怕 因為青春期的痘還好解決 像我們邁入成人之後 長的痘 那就是最難解決 你已經邁入了嗎 我邁入好久了 什麼叫成人痘啊 其實過了青春期你長的痘 我們都可以把它歸在成人痘 成人痘的成因有很多 包括醫師待會 也可以跟大家講 包括比如說像 生活壓力啦 內分泌失調啦 肌膚油脂的問題啦 還有甚至包括 因為現在外面的這個空氣污染 它其實都會造成我們這些問題 所以呢趕快來問問我們的來賓 就說在秋天這樣子季節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自己的粉刺 或是痘痘問題有變嚴重 我是青春期是滿臉痘子 而且就是會讓同學會 笑你的那一種 你知道讀書讀到 休息時間就是幹嘛 擠痘子 對...就會放一個小筋子在前面 對 在前面 然後讀一讀... 可能就無聊好 就開始指 對 因為那個手真的是停不下來 因為除了粉刺 粉刺之外就是豆子 因為有時候豆子裡面有白白的 對 你就一定要把它擠出來 因為你就是不舒服 如果沒有出來 就是看它不順眼 就是不順眼一定要擠出來 然後就是有一顆豆子 它剛好長在這裡 然後我就一直重複擠 重複擠 重複擠 所以它最後就變成紅色 永遠一顆在這邊 觀世音菩薩 對 但是我在學校的時候 大家同學都就是叫我觀音 就是因為這一顆 永遠好不了 也不錯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很流行 我們那年代不是有戰鬥貼布嗎 圓圓的有沒有 一板 現在還是有 現在有 可是我比較少用的 可是以前就是一板買來 一板的 對 它不是都好幾招 一盒一盒 然後也很多 然後就貼貼貼 然後那都是自我安慰 因為自己看不見了 對 就把它想說貼起來 因為紅紅的很醜 貼起來 自己看不見 就覺得沒事 可是到學校照樣被笑 當然 因為你貼起來對不對 都是啊 對啊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 為什麼叫豆花妹而已 對 然後我又自作聰明說 因為它都是圓的嘛 那我就把它剪四分之一 然後小的就貼小的 然後就 還是被笑 然後最後我就去買 透氣膠帶 就是人家有膚色的那個 有 我也有看過 常常有人會用 然後就自己剪 每一個尺寸就剪 符合我那個豆子的尺寸 然後就去剪 就是貼 所以我跟你講 真的 做老作 沒有 所以啊 因為豆豆的問題 大家都會覺得說 它就是個 每個人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自己當醫生 自己找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方法 用針搓啦 沒有錯 然後貼透氣膠帶 其實男人女女 在這個年少時候 最煩惱的還是豆豆的問題 對 請問像明川老師 像百榮這樣用那個豆豆貼 真的有效嗎 亂用豆豆貼 真的要小心你的發炎加劇 因為豆豆貼是密閉式的 所以一般你要貼豆豆貼都是 你這個豆子已經有開口 因為它那個豆豆貼 其實是在把你裡面的 對 所以你只是看到紅紅 有一點帽就貼住 你就把它悶住啦 反而發炎 你悶住在裡面 豆豆它心事很多 它會覺得裡面 它出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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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越來越大 往橫向發展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誤用豆豆貼 反而豆豆的問題是更嚴重 那透氣膠布這樣黏住可以嗎 透氣膠布 基本上就是一個 這貼美觀的吧 我自己眼不見為了 以前我們會用到透氣膠布 在我們古早期待化妝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 女明星有一些豆豆 我們就用透氣膠布貼住 再上粉底 這樣感覺只是為了讓 畫面上膚色比較均勻 它並不代表對於那個豆豆 有任何的幫助 所以沒有治療的效果 當初有貼豆豆貼 讓膚色均勻的女明星 豆豆都是 大家不要以為青春期才會長豆 對 我們這把年紀也會耶 所以你是以前不長豆的人嗎 以前青春期反而不長 年紀越大越會 而且你看我這邊有沒有 一塊黑黑的 你知道我朋友最近看電視都說 後來你有酒窩耶 後來你一直長得挺好的 不是 它是豆豆 而且這顆豆豆已經一個月了 它剛開始就是冒一點 然後你看不到任何東西 它就變很腫 是 那你知道媽媽就是手很閒 對 我就拿了一個針 針棒嗎 你就拿針棒 對 你就想說要去戳 是 然後 然後你就戳完之後 你就看到它寫一支流 對 就在想說 你就一直擠 想說把它寫流光了 它應該就消了 沒有要有那個頭出來 一定要有一顆 沒有 我跟你講 你刺到很深都沒那一顆 然後刺到第二天整個 當作針灸是不是 原本只有0.1 然後到後來變成這一圈全部都紅 發炎 紅完之後 紅完之後它就開始變黑 對 黑完之後那一塊就開始脫皮 脫完皮之後就這樣了 就一個疤在那裡 一點點的疤 對 然後就是變 而且它還會慢慢的會下陷 對 現在有一點凹的 有點凹對不對 不過還好 那個地方太好了 就變得很久 對啊 還不錯 還變得很小的 所以到這個季節 我這一圈特別會長東西 問一下蕭醫師 像皓然跟百榮 都是屬於會用手 就是一直去擠個不停 然後都已經留下疤痕了 這樣怎麼辦 痘痘的一開始 通常都只是一個粉刺而已 對 但是你就是看那個粉刺很不順眼 對 你就會想希望它 把那個髒東西拍出來 對 但是你諸不知你在擠的過程中 第一 你的指甲裡面 可能很多的細菌 那第二你使用那種青春棒上面 可能也沒有消毒好 有很多細菌 它第一會造成一個 就是如果造成一些小傷口 細菌跑進去 你的痘痘就發炎 那發炎之後 就有可能造成所謂的 就會黑掉 對 那第二種它的 比如說裡面本來 已經化膿的部分的話 你擠的部分 你如果擠的手勢不對 尤其是像我們眼睛周圍的 一些軟組織 或者是鼻翼周圍 這些軟組織都比較鬆散 那你可能把那些濃啊 還有那些細菌啊 都擠到更深的地方 因為你的毛孔 塞住了沒有出來嘛 你一擠它擠到更深 變成所謂的 對 那蜂窩性組織眼的時候 就有可能 它造成你下面那些 膠原蛋白破壞之後 就有可能像浩然剛才說的 好了之後它凹下去 就凹下去 還是我這邊擠一個啦 平均 這是很多現代女性 會出現的問題 我有個朋友 她真的就是因為 擠了鼻子上 她某一顆看起來很像粉刺的東西 對 她住院住了一個月 哇 真的喔 她就是這樣子 她就發炎 然後她就鼻子凹了兩個洞 因為她這個 擠這個動作的這個組織液 去擴散到旁邊去 還有過程中 因為醫生清一定要把它清乾淨 對 她真的住院住了一個月 我曾經 我曾經長了一個叫做粉流 粉流 對 就是它 我本來也以為它是一顆豆子 然後我就一直想把裡面的白色擠出來 結果後來發現奇怪擠不完之外 然後她就往裡進去囉 結果後來我去看那個皮膚科的時候 她用清創來形容 她要幫我清創 我說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結果連宋達明在旁邊看 她都嚇到 因為她說那個棉花棒 整個放進去那頭沒有 就是整個放進去是那麼深 是已經深到裡面去了 然後回到家裡的時候 要幫我換藥 然後因為我這邊自己換不到 對 看不到 所以達明幫我換的時候 其實她是有一點害怕 一個大男人都會怕 因為她覺得已經有點深到 她覺得有點恐怖 真的 所以這個痘痘跟粉刺問題 沒有處理好 真的有可能引發很嚴重的後果 真的 所以Gigi你的皮膚看起來 比較像乾性肌膚 對 但是我也會長痘痘 而且我的痘痘 它是週期性的 那就是生理痘 它就是會隨著生理期 而且它很念舊 它永遠就是長在這 對 它非常念舊 它永遠就是長在這 要不然就是這 每個月都會回來看你這樣 就是每次就是在這邊 然後就很像有一顆 很大的三八隻在這邊有沒有 然後我就會很想 去用手去擠它 但是你一擠就糟糕了 因為像這種痘 它通常非常非常的 頑固 對 頑固以及精緻 它裡面不只一個頭 它可能會有兩個頭 三個頭 然後我就會一直擠 一直擠 我曾經就是有一顆很大顆 所以我現在這邊有一個洞 有耶 就有一個 大家都把自己在那邊 妳那個在那邊還好 我在這 我都會黑 妳在那裡還好 鼻翼看不出來 看不到 近看就會覺得有一個洞 應該以為妳打鼻翼了 對 在鼻翼打在這 但因為就是女生就是會手 就是很癢 那妳除了手擠之外 妳有別的方式嗎 我曾經試過 就是去買藥膏來滴 就是剛剛浩仁也說 就是擦藥 可是我真的覺得妳很厲害 妳怎麼可以把那個藥擦全裂 因為我擦了一個之後 它會脫皮耶 會變乾 對 它就是會開始滷皮 所以我想要問蕭醫師 所以那些抗痘藥膏 是可以擦的嗎 到底可不可以這樣長期用 其實抗痘藥膏有分很多種 有些是可以局部擦的 有些是可以全臉擦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 它會註明嗎 其實像我們經常常見的一些 像所謂的 有一種叫做歐擦洗的那一種 它那種像 或者是像水洋酸那一種 它都可能 它是針對於適合局部擦的 那妳如果當妳全臉擦的話 有可能吸收過多 可能造成有一些乾毒性 反而造成身體全身的問題 所以像那種局部的 只適合局部擦點的 當面大部分都有註明說 比如說比較嚴重的時候 才可以局部擦點的地方 有嗎 痘痘藥膏有寫這個 有 其實 字都比較小 字都比較小 越來越看不清楚這樣 不是 而且因為像我以前 也是不長痘痘的 然後可是後來 反而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就超會長 而且都長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不是長在筆尖 就夠長得正下巴 而且還會長在筆尺裡面 都很大顆 大部分都是比如說 妳生理期來的時候 那時候妳的全臉的細胞 就是腫脹的狀態 那時候都排不出來 所以那其實基本上裡面 不一定有粉刺 對 都是包頭的 對 妳擠怎麼再怎麼擠 也擠不出來 像我們曾經看過 有一些病人 他變成像假山一樣 對 就是這裡進去 然後從另外 你這裡擠 他從另外一個地方跑出 他就以為有很多個頭 是不是 對 我們都說會這種情況 就像假山一樣 對 就像那個庭院造型那種假山 你從這裡進去 從旁邊出來 所以那種的話 其實你只能用一些消炎的方式 不太能用一些擠的方式 不過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浩然 因為這整臉擦 剛剛蕭醫生說 對 這有肝毒性耶 對 所以我最近都不敢擦 因為我發現我 就算他剛開始擦的那兩三天 皮膚會變好 對 可是到後來你不擦之後 你的皮膚會變得很粗 然後會開始脫皮這邊 對 就會變得更乾 所以後來你也有嘗試 這是別的方法嗎 後來呢 我跟你講我們就是要有這種精神 對 暴險氾濫的精神 我最近就買了一個很厲害的 它就是有點像那種導入儀 它可以導入導出 它導入儀 不是增加保濕是抗透 沒有 它可以配合光 它有藍光 綠光跟紅光 它會給你一個眼罩 就是當你在 當你導入的時候 打開那個光的時候 百龍笑成這樣是怎樣 幹嘛啦 因為我也第一次聽到 它是用耻笑的方式笑的剛剛 這最近很多人買耶 百龍心裡就覺得 像是一個邪教的感覺 它最近很多人買耶 這你覺得有用嗎 它就戴上眼罩 然後光很強 然後你就是加上你的那個 皮質調理液 然後就開藍光這樣照 它說這樣照照照照 錄完之後你的痘痘就會 慢慢慢慢會不長 像我們在醫美診所 會有一種叫做 也是藍光面膜 它是讓你躺在那裡 那就有一點像 我們那個蒸臉那種一片的 然後它那個藍光是很強的 因為我們的皮膚表面 有一種叫 錯床感菌 錯床感菌照到那個藍光的時候 它是會死掉的 那另外像明川老師說的 紅光啦 黃光的話 一個是舒緩鎮靜 一個是刺激你的膠原蛋白增生 好高科技喔 對 那只是這些 因為在醫美診所的時候 它的設定都有一定的時間 也不能照太久 照太久你皮膚會受傷 那它的能量是比較高一點 會安全的話 必須在家裡使用會低一點 可能細菌沒有辦法殺死 可能有抑制的效果 所以如果針對這種 比較高科技的治療方式 其實最好的方式 還是去診所找醫生對不對 幫你做一個判斷 或是能量上的斟酌 因為那個機器一台都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 幾十萬 其實不太可能就是 你自己坊間使用的說幾千塊 能取代那樣子的能量 對 它可能想用同樣的邏輯 但是效果還是會有一點 差很多 對 那請問夏明川老師喔 如果要預防痘痘 還是要消滅痘痘的話 怎麼做才不會傷到 我們臉部的肌膚 我覺得第一個 當然這個清潔很重要 但是過度清潔也會造成 你肌膚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這個 所謂跟痘痘肌搏痘的過程當中 還是不二法門就是做好保濕 保濕最重要 因為你油水平衡 你自然就會舒緩你的痘痘 自然就會讓你痘痘問題 不會那麼的惡化 記得一件事喔 很多人長的痘痘 就開始擦 跟痘痘有關的保養品 對 但事實上 你過度的刺激它 那你其他肌膚怎麼辦呢 所以你如果做好高度的保濕 它其實是 你知道我們肌膚是活的 它會自己去找到你 調節那個濕度跟乾度諸如此類 你自然而然它會舒緩它 它可能不會痊癒 但它會舒緩 舒緩就是痊癒的開始 你們懂這是一個關鍵嗎 沒錯 對 再來就是 不要一味的用什麼去油光 什麼抗痘保養品 對 因為這些 因為現代人肌膚都有 假性敏感的問題 表皮的修護力太差 所以你稍微刺激一點點 它可能會造成你另外一個問題 開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敏感問題 所以保濕還是第一步 對 好 那秋老虎來了 還有哪些肌膚的問題呢 杰玲 是的 夏天好熱 而且太陽好大 不管去哪裡 我們都要防曬 再怎麼樣防曬都會曬黑 但是太好了 因為秋天要來了 我們就不用再防曬囉 如果你是這樣的想法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來看一下 強烈的紫外線會讓你變黑炭 明神老師 一般我們都認為夏天 夏天 太陽很熱很熱很熱 就不想出去嘛 怕曬黑 秋天不會啊 怎麼會有這種結果呢 其實從剛剛憲哥問的問題裡面 就是廣大觀眾的問題 是 就是夏天很熱 夏天太陽好大 所以我的防曬係數很高 然後太陽好大 所以我都不出門 對 或者是一出門 就在屋子裡再也不出去了 對 那請問你 擦高防曬係數的功能要幹嘛呢 心安 買保險啊 所以關鍵來了 我們以防室內有折射光了 所以關鍵來了 我這邊一定要跟大家 導正一個觀念 夏天並不代表你一定要 高係數防曬 除非你在外面 這個去海邊玩 或者是業務朋友 可能每天騎摩托車 在外面遭走 對 那你可能需要高防曬係數 但一般的觀眾 如果你是在辦公室上班 對 或者像婆婆媽媽們 你們只是去超級市場 然後就回家了 對 其實你的這個防曬不用那麼高 對 反而是這個所謂春天秋天 看起來太陽沒有很大 但是它的刺激性很高的時候 甚至冬天 你才要擦高係數的防曬 因為大家覺得太陽不大 我就出去玩啦 對 對不對 但外面這樣子曬其實是很可怕 比如說 如果你去比如像宜蘭 花蓮 台東 它沒有那些 沒有遮蔽物 沒有遮蔽物 真的每天一起床 眼睛好刺眼都很害 反曬回來 那是更可怕的 所以反而不是只有夏 夏天不完全一定要擦高係數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是 反而是秋天 這種秋老虎 它的爪子很利的 對 反而臉都抓傷的 所以明川老師 你這裡是不是也有一個 就是秋天沒有做好防曬 沒錯 你看如果沒有做好防曬 你看我今天帶來這個畫面 是 很驚人喔 這個就是因為沒有 這是燒傷了吧 其實你看 後面比如是騎乘機 裡面的中空裝露出來 你一直曝曬就會變成這樣子 沒錯 所以來問一下浩然 都怎麼做防曬工作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其實不防曬欸 因為你知道 年輕都覺得好像有本錢 從來不防曬 但隨著慢慢年紀大了 就是莫名其妙 而且我發現 你要白得很慢 可是要黑 可能兩天就黑了 新陳代謝變慢 對 所以我現在春夏秋冬 一定都是50 加加加 喔 係數到50 對 你就覺得好像越高越多的 越有用 不分春夏秋冬 不分春夏秋冬 那你什麼狀況會差 就是只要出門就擦 還是在家也擦 在家不會擦 然後在家盡量不開燈 然後出門 好節能喔 對 出門的話我現在就會擦 而且我現在 我覺得慢慢慢慢 因為有時候曬久了 皮膚會更乾 會老得更快 真的 我現在就會盡量量 10點到2點不出門 喔 那個時候是皮外線的時候 不出門 對 最強烈的時候 那白容呢 我覺得妳過了整個夏天 還白得不得了 對啊 妳也太白了吧 因為我們都沒有出門吧 而且都沒開燈喔 夏天不是都要帶小孩出去玩 對啊 可是因為我們家有一位先生呢 他是非常注重防曬的 所以每次要出門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去 曾經就是去像迪士尼樂園玩 對 你知道就是小孩已經 小孩看到那個遊戲 就在他面前 他是不是會哭喊著要去 馬上要去 不行 爸爸就會拎著他在那邊 擦防曬 然後呢 這個動作是每半個小時 就會做一次 所以你們家是爸爸定 不是媽媽定 對 然後妳永遠看到 爸爸是包得跟爸長一樣 就是會很全副武裝 然後那媽媽其實也小 但是妳知道媽媽又要顧小孩 對 妳不可能又撐陽傘 然後又戴一些 有的沒有的帽子 對 就是有那種遮到這邊 對 妳遮到這邊怎麼看小孩 對 所以媽媽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就只能擦個防曬 差不多 對 可是我們家的爸爸是 隨時喔 每半個小時 就像有撥鬧鐘一樣的準確 他就會 就把大家就集合 啵啵啵 就開始擦防曬 那像GG 妳很喜歡曬那樣 我很愛曬曬 我的狀況跟他們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其實是春 夏 秋 冬都會做防曬 但是我主要是以不曬傷為主 對 對 但因為我的體質又很怪 我又對光過敏 所以我就真的每天都要 就是我可能出門 或是我去運動 我一定都要擦防曬 對 但就是我很容易會有 曬般的問題 對 以至少 可是像妳選擇防曬用品的話 我都是用50PA++++ 對 妳剛剛不是說只要不曬傷嗎 但是臉還是要注意 所以我們今天的來賓 幾乎都非常依賴防曬乳 但是妳家用的防曬乳 真的有效嗎 防曬乳的防曬係數越高 就代表越好嗎 我們請蕭醫師來現場 為我們做一個檢測 現在我們就是假設我們皮膚上面 沒有擦任何防曬的產品 然後當我們出門到了紫外線的 太陽下的照射的時候 看它的數據究竟到 140幾 160幾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200 它的紫外線的指數 已經到了160幾了 甚至快要到200了 所以這個就是像明川老師那樣子 會曬到掌水套 掌水套像那個卓商都有可能 是 好可怕喔 對 然後我們來看看擺容帶來的 這是很貴的那個 這是很貴的那個 有開廣告的 你看它的紫外線呢 已經降到了大概只有 最多到8而已 最多到8 其實它的大部分 大廠牌還是很厲害 對 還是不錯 它是幾多都把紫外線阻隔掉了 對 以我們計算的方式 就像百榮剛才也說的 它是46的 大概46的話就是可以遮掉 46分之45 其實就是百分之90幾 都可以遮掉 這樣沒意思 其實確實是有它的效果 對 其實物理性的防曬是 比較不會敏感 比較不會刺激性 但是物理性防曬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是物理那個 礦石磨成粉末 對 所以大部分都會比較黏稠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好推 然後我們再看到這個 50的部分 也是大廠牌的 也是大廠牌的 為什麼 這有可能是我們剛才擦的時候 量比較少了一點 放心 什麼事情 就是所以我們擦防曬乳的時候 其實它的量的話一定要夠 以全臉來講的話 大概一張臉必須擦到百分之五 大概50塊硬幣大小的 50塊硬幣這麼高 所以要那個要夠厚 要夠厚效果才會夠好 你也是要一直補 對 要一直補 對 只是要一直補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最後的 30的 是 有效耶 而且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超厲害 超厲害的 0點幾而已 這個的話 它裡面是化學跟物理的防曬都有 所以說 其實不一定要迷思 第一 擦法的量一定要足夠 那第二也不用說迷思說 一定說大廠牌就一定比較好 像這個的話它只是一個 就是開架式的品質 太假的 那請問一下蕭醫師 我們在選防曬乳的時候 除了去考慮到它的防曬力以外 成分也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大概在三四年前 有一個很紅的防曬成分 它是一個化學性的防曬 叫做二本酮 那常常加在幾乎所有的防曬產品裡面 都能看得到 那但是在兩年前 它被檢查出來 二本酮它長得跟我們的女性激素 女性荷爾蒙長得非常的像 那其實你在擦 因為防曬產品 你不可能只有擦局部單點的點 全點擦 全身擦 當你經由皮膚吸收到裡面 身體裡面的時候 就可能有一些女孩子會有 這個問題 防曬霜有這個 這樣子會很可怕 對 因為它跟女性荷爾蒙的結構很像 對 所以它對你那個接受器 它就會感覺 你是不是接受了女性荷爾蒙 對 所以你的子宮內膜異味的時候 這個情況就會變得更嚴重 對 甚至你如果剛好是月經來臨的時候 但那個月經的話 情況會更嚴重 會更痛 所以我們在挑選防曬品 還要看一下成分 對 對 如果挑錯的話 可能對身體反而造成傷害 對 那請問一下凌川老師 除了挑對以外 在使用上也要注意一下 怎麼使用才是正確的方法 就像剛剛醫師有特別提到 量很重要 你如果都只是擦這麼少 這麼少 擦心安的 本來說什麼一個禮 什麼一粒禮太少了 只是一般就是像剛剛醫師特別提到 然後一張臉大概要用50塊硬幣的這個 50塊 對 而且你其實這樣 我平常都只有擦一塊 其實你推完之後你如果 就跟擦保養品一樣的道理 如果推完你覺得會有點黏膩 你就稍微再拍一下 然後讓它吸收 然後關鍵在你如果擦了防曬 你要讓你整天都可以有很好的防護 再關鍵在你後面的這個化妝 化妝的時候 比如粉底 粉底 它也一樣有防曬的這個 的系數在裡頭 但千萬不要以為說我防曬50 化妝品50 然後粉底50 就150 沒有這回事 是... 它其實就是50而已 所以明察老師 像我們不是都說那個 就是防曬的產品 應該要一直補嗎 如果你比方出外景 一去那麼久 可是你就化好妝怎麼補 我覺得現在市面上 也有各式各樣的防曬商品 那現在如果你要一直補的話 你就是用噴的 有那種噴霧式的 有噴霧式 對 但我一定要說 噴霧式相對來說 它的防曬的效果沒有那麼好 因為你在表面而已 所以它跟你用塗抹的 還是多多少少有點差 但是如果你是 比如說化了妝 你出門 你已經在外面 你就是用噴霧式的來做 補擦的動作 那如果選擇一個 係數比較高的粉餅 然後一直補... 這樣算不算有做防曬 其實算 但是這樣會變成 因為你如果有擦了防曬 它到後面它會越來越... 皮膚外就越來越乾 那你會一直壓粉餅 一直壓粉餅 你就是會變成化妝妖怪而已 好 所以事實證明 實驗證明 這個防曬係數的高低 不代表它真正防曬的效果 有可能它的防曬係數 其實沒有很高 但是它的防曬係數 中秋雨已經來了 秋老虎來的時候 還有哪些肌膚的問題呢 潔玲 好 換季的時候 還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來看一下 肝癢脫屑全都來 真的 有時候在季節變換的時候 那癢起來真的是不熟而了 對 我最近就是啊 而且我是整個肝癢到 你看我抓到都是... 好可憐喔 其實我就會一直抓 妳皮膚本來就很乾 我本來就比較乾 而且因為有的時候你在睡 最近抓到受傷破皮 我都抓到受傷 而且真的都一條一條的 因為真的有時候睡覺的時候 妳不知道 妳就會一直抓抓抓抓抓 對 那也沒有辦法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舒緩 或是比較... 我就只能補乳液耶 這是我自己真心推薦 因為我皮膚很容易敏感 就如果像換季秋天的時候啊 像妳會有這個問題 尤其睡覺的時候 妳就是要換一床背 換那個滑滑的材質 比如說那個天絲的 它真的就會讓妳比較不癢 而且妳看像我現在立馬 這邊就有起疹子 我就是很容易... 我很容易過敏 很敏感就對了 好 那白蓉有這種 就是皮膚乾癢的問題嗎 我也是 我跟她一樣 我都是在小睡覺 妳也抓破咧 對啊 超多的啊 我們兩個一樣耶 對啊 真的 而且這是沒事的 而且妳是睡覺的時候 我是蹲馬桶的時候 那這個姿勢就剛好啊 蹲馬桶嗎 每次就這樣子 忍不住就會抓啊 所以妳的小孩 會不會也比較皮膚敏感 我們家兒子超可憐的 小時候就真的抓到 蜂窩性組織炎 然後我又不... 蜂窩性組織炎很嚴重 因為她抓破又再抓破 又再抓破 然後到最後就發炎 對 然後更可怕的是 早上起來那床上都是血 好可憐 因為小朋友是抓到沒有感覺 對 然後她又就是... 而且她癢她就不管了 還是抓 對 所以從小她的腳都會包紗布 而且是很多層 因為我包一層 她晚上還會扯掉繼續抓 所以我是包很多層 孝醫師 像我們的來賓 她的皮膚就本來比較乾 那其實秋天的時候 本來天氣就很乾燥 容易乾癢脫屑 那其實還有一部分是 自己的習慣 不好的習慣 造成的乾癢 那這樣怎麼辦 我今天就有跟大家 整理了四點 就是妳的保養的方式 的錯誤方式 容易造成乾癢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點 就是第一 只用保濕的產品 當然我們知道 乾就是一定要保濕 對 那但是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皮膚的角質 新陳代謝很重要 你如果老舊的角質沒有掉 它就像那個樹葉一些枯枝 黏在樹上 它又沒有達到它的保濕的效果 所以它就是 你老的不掉 新生的出來 沒有那個新生有保濕效果的 吸膚長出來的話 所以你除了使用保濕的產品之外 你還要可能定期做一點輕微的 去角質的效果 讓新生 讓你的皮膚的表面 是比較致密的 它就能達到保濕的效果 那有的人覺得說 你用了洗臉的產品 可能裡面有果酸 水洋酸 就能達到去角質的效果 其實洗臉的時間非常的短暫 那些果酸跟水洋酸在診所 都是讓它停留在臉上 一段期間然後再洗掉 所以你光是只用洗面乳的產品的話 來去角質 其實效果很有限 那可能要用一些物理性的 去角質的洗面乳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的話 有的人覺得說 很怕臉上太油的話 一天洗很多次臉 而且都用洗面乳洗 有人油性肌膚 可能早中晚 只要有時間 就一直洗 對 它很容易造成 皮膚的油水不平衡 把過多的油脂都洗掉了 其實我們建議就是說 即使你是油性皮膚的話 一天使用洗面乳的次數 也不要超過兩次 如果你覺得皮膚很油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清水 把過多的油脂洗 沖掉就好 就不像用洗臉產品這樣 那另外的話 有的人洗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像百榮或GG 冬天的時候 因為天氣冷 你洗臉或者是洗身體的時候 用熱水 然後尤其是癢的時候 用熱水燙更舒服 那是一個錯誤的方式 你洗太熱的熱水 反而也是把我們的油脂都洗掉了 那皮膚會變得更乾 那我們來問一下 皓然是不是也有這種 就是皮膚乾癢的問題 而且剛剛醫生有講到 四大MG方法 你有中嗎 我一 三 四都有中 而且我很奇怪 你知道我以前乾到什麼地步嗎 我乾到穿衣服 衣服脫下來都會有屑屑 可是冬天的時候 有時候我也會 褲子脫下來整個 褲子都變上面白白的這樣子 對 然後乾到臉上都會脫皮 然後這邊都會像脫皮那樣粉粉的 然後我一次認為 我從小到大一直認為我是乾性皮膚 因為我就是那種洗面乳 我一定要買那種會洗很多泡的 你知道人會有那種迷思 你覺得沒有泡就是洗不乾淨 而且有泡的你會洗兩次 然後水溫一定要是泡溫 一次洗臉就洗兩次 那你這樣少碗就洗四次 那才洗得乾淨 然後水溫一定要去泡 你的臉色有多髒 而且乾性皮膚能這樣洗嗎 而且水溫一定要是那種泡溫泉的溫度 對啊 就是你秋冬就是要熱 然後蒸氣才能把你毛孔的髒東西 都蒸出來 你這樣子弄 現在臉能長成這樣 你真是萬性耶 然後我弄到後來看皮膚科醫生 他才說其實余小姐 你根本就不是乾性 你是混合性的 T字不為油的 然後兩頰是因為被你洗到乾了 所以根本就是自己整個弄錯 那為什麼我現在皮膚變得 你看都不用再脫皮了 照假現在換季應該會脫 我都沒有脫 那就是我用對東西了 你確定 真的 我跟你講 我現在介紹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東西每個藝人幾乎都有一塊 我當初其實也是藝人朋友介紹 那有時候我們錄影的話 就會看到誰皮膚好了 就會去問 然後就跟我說這個是純天然 我就想說我回來試試看 我跟你講 我大概用了三天之後 我發現我皮膚整個脫皮的狀況變好 而且你知道有的不好的洗面罩 當你洗完之後 你皮膚是乾澀到一個 它是有保濕的 你都沒有辦法笑對不對 所以這個洗臉罩 本身就有保濕的效果 一邊洗臉一邊保濕 對 它不會色色 都會緊繃 它不會色 而且它可以把你皮膚上的髒東西 通通都洗出來 然後還讓你的皮膚不會乾澀 而且我個人是認為它是有一種 非常溫和的去角質的功能 而且它很厲害是 它裡面有改變是 97的死海礦泥 對 它的去角質功能非常的溫和 像我這一開照 滋潤又是去角質 所以別人你秋冬的時候 皮膚乾的人 你就不需要特別再去買角質霜 你只要這一塊照 你就可以清潔保濕 又可以去角質 好 那我問一下皓然 因為通常你剛剛講說 這個產品它的保濕效果很好 可是我們的肌膚其實 如果要真正的能夠保濕的話 其實我們是要把水分能夠留住 所以洗完臉 妳是就這樣子了 還是有搭配其他的東西 當然不是囉 這一瓶不要給我 好驕傲 看見說這個很驕傲 這一瓶不要給我藥 沒有 我洗完之後 我會用它的這個保濕露 然後你看它很厲害 你知道一般有的保濕精華液它很水 其實你擦上去的時候 它大概兩秒它就沒了 就吸收了 它根本還來不及吸收到 你看我現在倒一點點在瓶蓋 然後我就放在手上 所以妳是洗完臉之後會再擦上這個 洗完臉之後 然後你看 你看它會有勾絲 它很醜 它比較像泥露 不要浪費 它比較像泥露 對 然後我就拿來擦在臉上 對 它就是取代了化妝水跟精華液 對 它擦起來的那個質地 其實是比較像精華液的感覺 對 比較像精華液 但是它又有化妝水 該有的那種保水度 因為我們常常講 化妝水的功能 除了再次清潔 然後適度的做這個 輕微的去角質 對 還有一個更重要是 它幫我們的這肌膚表面的 水通道先打開來 這個是一個關係 現在我們要請浩然來教教我們 到底要如何用這麼神奇的 這個洗面罩 沒錯 你哪位 我 我 沒變 只是圍到邊 對啊 圍到卸妝 對不對 對 其實沒什麼差 真的嗎 對 你為什麼要這樣安慰她 你也知道我們在電視上 都比較客套一點 對 我知道 了解 然後我現在講 我這邊有兩盆水對不對 對 很多人傳統的 是不是都這樣在手上搓搓搓搓 對 沒有 我現在要把這一塊膠 放到這個水裡面 為什麼 它不會這樣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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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我要變魔術 你好像在施魔法耶 對啊 我每次都開玩笑說 你這樣講好像她好像巫婆 對 我都開玩笑說這是做法 就是 因為你先把肥皂 放到水裡面做這個波動 其實它是把裡面 剛剛不是講這個礦泥皂裡面 它有97%的微量元素 對 你是把這個礦泥也帶到水裡面去 對 你的水也是微量元素水 有沒有看到它的水變色了 變色了 有有有 然後邊轉的時候 魔鏡誰是世界上 會不會比較漂亮 跟女人 所以一邊轉的時候 手也要一邊吹 對 轉二十下之後就夠了 二十下 對 就夠了 然後這時候 是不是水都是已經有 剛剛這個十塊的 有 對 然後 所以我們每天真的洗臉 就是這樣弄兩盆水 我手上還有剛剛 稍微輕微的一點罩對不對 對 然後我現在在臉上 稍微的 T字部位 因為我T字部位比較油 對 我就T字部位 用剩餘的 我完全不用再碰它 所以大家好像覺得這樣很浪費 所以這一顆其實可以用很久 很久 用非常久 然後弄完之後對不對 剩下的 至少三個月 真的 剩下之後呢 我就要用這個水 因為現在在攝影棚不方便 不然我在家 我是會很粗魯的這樣 對 用潑的 猛潑 它是要用潑的 然後讓水 對 用水潑打在你的皮膚上 讓你的毛孔可以開河開河 對 在開河開河的當下 你毛孔裡面的髒東西 就出來了 那我現在因為沒有辦法潑 我現在沒有辦法潑 我就先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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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妳 大概這樣要潑 大概 像我是這樣子 我是這樣子 來 浩然姐 不好意思 妳閉上眼睛 好 我都是這樣子 我還沒辦法潑下去 妳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的方式 嚇我一跳聲 你這麼討厭 老師 妳太粗魯了 我真的嗎 不好意思 可是這樣才有用嗎 對 這樣才有用 因為妳知道嗎 我們要讓那個 死水變活水 對 就像妳的肌膚一樣 因為很多人它的肌膚 你如果清潔沒有做好 它是永遠暗沉的 永遠髒污的 那這個礦泥造 因為它比較特別 它除了說我們剛剛講的 它可以幫妳把這個 比如髒污代謝出來之外 它真的是國際巨星的最愛 真的 我們介紹的什麼摩洛哥王妃 土地艾倫 以前我們的偶像 布魯克雪德斯 還有很多少女的偶像 小賈斯丁 都是用這一塊肥皂在洗臉 還有女後人 還有女後人 對 要讓我臉潑成這樣 然後在後面聊天嗎 不是 老師 所以那水就這樣潑潑 它不用這樣子潑肉 不用…妳就是不用潑肉 妳就這樣潑就好了 而且潑完不要浪費 所以要潑完就給我老公行 不行啦 老公 可以的 我老公的皮 不是 妳就問妳老公愛不愛我 愛的話就喝下去 對 然後這個時候 沒有這個 如果妳家裡是用臉盆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 有個地方是可以拿來用 拿去收皂 對啊 可以 我剛剛真的想說 它可以拿來就潑身上 我會 會拿來潑身體 對啊 讓它保濕效果好 這樣子第一個潑完這個清潔之後 可以讓我沖掉了嗎 可以 然後這個是清水對不對 對 其實你看我沒有用很多水 為什麼 因為它不像傳統的洗面罩 弄大量的肥皂的那種泡過 對 也沒有泡泡 對 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用清的 一點點滑而已 把它稍微弄乾淨就好了 不需要退去 清水的時候再做搓油 把它那個皂洗掉 是 而且你們看浩然 他現在只是這樣做 他真的只有潑水 對 你看他的肌膚是亮的 真的假的 對啊 是亮的 真的有亮嗎 有啊 而且比剛剛化妝好 你看是不是亮的 亮的 現在都沒有化妝品 亮的 對 拿個40歲的媽媽還這樣子 真的 好驕傲喔 而且它只是洗臉耶 是 而且還不是像我們以前那種 搓…一直猛力搓 它就是用水潑一潑 因為就是這個 活水再生的概念 對 讓你的肌膚能夠 恢復你原來該有的狀態 然後再加上剛剛這一瓶 我自己本人真的很愛這一瓶 對 我也要 我想幫她的禮 我還沒講完 洗完之後呢 然後滑喔 嫩嫩 好嫩 一個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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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為什麼要一個瓶蓋嗎 老師 怎麼用 教我們怎麼用 就是啊 你先掌心 先溫熱一下 然後你看它的坎西的這個效果 對… 坎西 然後一個瓶蓋之後 我通常都是這樣 一個瓶蓋這樣做 對 做完之後呢 沒有… 你先這樣子 稍微 往上推 往上推 對 你就像在做護膚一樣 但它其實就是一個化妝水 加精華的一個效果 是 你就推 打圓的推 好 推 推完之後啊 像如果兩頰比較乾燥的人 對 你可以在局部用掌心這個地方 稍微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就像按摩一樣 稍微這樣按一下 讓你的這個兩頰的乾燥問題 可以解決 對 然後很多人會有 尤其女生會有那個 生理痘對不對 對 所以嘴角的邊邊 生理痘怎麼辦 外圍這個地方 推一下… 因為你就是讓… 後來真的很享受 行 整個是要怕要睡著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要那麼多 你還可以繼續 這個包括鍋子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這個桌子也要查 因為你做完這個保濕精脆之後 它的這個保水度提升 對 然後呢 你的這個滋潤度也有了 因為我要常講 大家都知道做保濕 但是呢 隨著年齡的增長 滋潤度也是滿重要的 因為你這個滋潤度 它就是幫助你修護的開始 對 其實比較中性或油性肌膚的人 其實我很建議 用它來梯子補 因為像我兒子 因為像我兒子現在18歲 跟女兒都是青春期 你兒子女兒也用這個 我兒子女兒用這個 老公用這個 老公這個就 老公這個就夠了 對 就已經太奢侈了 對 因為應該這樣講 它這個肥皂 它幾乎快變肥皂專家 它有個一系列的 像黑的這塊就是百搭 什麼膚質都可以 什麼季節都可以 它另外還有針對 比如說痘痘肌的 特別油性肌膚的 還有針對修護性提升的 你那種開始老化的 其實它會讓你洗完臉之後 我不誇張 你就是覺得它好像有個 防護牆在上面 對 然後再來就像我自己 我本人 我承認我比較奢侈 但因為我皮膚比較敏感 所以我是 就是連洗澡都用這一塊 就是手這邊不是會有一些疙瘩 對 這小疙瘩 我就是這樣子直接塗 然後把它推開來這樣子 對 而且你看洗到素顏都很美對不對 對 真的是 好 謝謝厚人 幫我們來吃飯 不過我真的覺得保養 最基本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其實就是洗臉 洗臉的工作一旦做好之後 你已經就是保養的基本分 五十分已經拿到 對 然後後續再加上一些 更完整的程序 所以到了這個秋天 雖然氣候呢 是秋高氣爽得非常舒服 不過面子問題 真的還是要多多注意 那今天也很謝謝浩然 跟明春老師 介紹我們這麼好的產品 介紹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今天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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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待會兒有幾位說 消炭 你就軟雞籃 這個原理就是說 我們過去 有時候人家來的時候 我們要抬雞請人家 但是雞是放山雞 要怎麼捏 我們就在雞籃裡面 放一些米 用一支炒子把它倒進去 那支炒子 放一條蟲子 那雞如果跑去吃米的時候 蟲子一個牛 雞籃就要蓋起來 雞就抓到了 就是說 我們平常不是聽人說 去有那個詐騙集團騙的 第一個 你中獎了 便開心 全世界沒有欠人好的工作 因為你中獎了 所以你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稅金 這就是一個詐騙集團 那你知道你落雞蛋 看到那個 在那裡 人家來來來來來 有買不買都沒關係 都開始送 送收拾錢 送一些東西 那種你不可以買的 我們說Sakura 是燃花 做餃是餃花 大部分 那就是都要引誘你去擺餃的東西 另外呢 有時候你探人的理 譬如說有那個高利貸公司 一年八 一個月二十八 一年會等兩杯 你探他的理 他探你的母 所以說 我們做人 在我們島主的過程裡面 在我們其中的生活裡面 絕對不通消貪 不然你們會軟嫁 你怎麼回答 我沒得到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感谢观看